我叫杨兴祥,Max 我来香港七年多了 我是南京医科大学毕业的 我家乡在江苏淮安 像我们从内地来的 如果学过临床专业的 也有很多困难在里面 就是香港的地确实比较少 所以尤其是我们住在港岛西环这一块的学生 大家都住的比较小 可内地比起来的话 确实没有在内地住的那么宽敞 然后这边的租金也是比较贵的 我家乡有一个鸡扒 雪山肉丝埋坟 董灵茶 这边吃的叫河粉 其实我在江苏的时候 是从来没有吃过河粉的这个东西 但是到了这边来 我还挺喜欢吃这个 因此我上班的地点 在港大医学院 所以从这里出发的话 五分钟大概穿过地铁 然后我会等小巴 小巴大概做个十分钟吧 所以总共加起来 在十五到二十分钟时间 我可以到港大医学院 靠了实验室之后 先看一看今天的邮件是怎么样的 处理一下邮件的情况 其实主要就是老板的邮件 因为最近我现在的职位是国事后嘛 所以主要还是有很多文书的方面要写 比如说申请基金啊 以及书写paper 这些分析data这些工作比较多 我每一周都会来这家餐 然后它的口味比较适合我 来到香港之后我越吃越辣 然后这家店确实辣得正宗 我一个人也会来吃 然后有朋友的话 我就会介绍朋友来吃 所以我是真的挺喜欢这家店 很不一样的感觉 真的 我来吃一下 大概在上午和下午 就尽快地把今天的实验做完 然后下午会分析当天实验的data 像我们从内地来的 如果学过临床专业的 它是需要一个执照的 这样的话就可以留在香港做医生了 其实香港这个医师执照 确实通过率是比较低的 只有20%甚至有的年份都不到 比大陆要更难一点 它的问题要更接近一个 应用型的临床问题 第二个方面就是它的语言方面 它是英文作答 第三部分的时候 它是和真正的病人做一个交流 最好考生来讲的话 还是要会说一个流利的粤语 才可以和病人做很好的沟通 其实对于我们这些非local的人 来考这个试的话 其实是有一个群 有一个联盟的 有学长 学姐 他们还是很热心地帮助后面想要考这个试的人 会分享很多过往的考试题目 我科学的就是自己自由的时间 我一般都是打羽毛球 打网球 说来也巧就是有一次打羽毛球的时候 我们队缺人 所以喊了一个路人来一起打羽毛球 然后后来聊了发现他竟然是南京人 所以我们就很有那种老乡见老乡 两眼内汪汪的感觉 我留在相当的理由是我觉得在这里做医生的社会地位和工资收入 都是相当可观的 然后能够更好地实现我的个人梦想吧 那个人梦想是什么 就是成为一名医生